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分不清是喜剧还是悲剧的故事 片名叫做粤语二人组 男主是个做事特奖规矩的老实人 路上开车绝对不超速 单马现前绝对杀得住 看完毛片绝对不脱阔 任何违法绝对都说不 就是这么一个本本分分 不给社会添乱 不给别人捣蛋的人 生活是怎么回馈他的呢 影片才刚一开始 他老婆就要跟他离婚 老婆给出的理由是他太过于单调 你连啪啪都按程序办事 结婚几年也没换过姿势 男主是怎么回应的呢 离不离婚的咱先各一边 男主心想我不能迟到呀 他刚出小区 发现车子被人家给堵得出不来 打电话让人家挪车 对方搞得跟要把他阉割一样激愤 没办法了 他只好匆忙挤公交上班 就这么着急的情况下 路上也没啥车 他还坚持等红灯 男主刚到公司 领导就告诉他 你被辞退了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领导说 男人质问结果 娘炮 才问为什么 你 你就坦然面对吧 其实 男主被开除 是因为领导有次收了别人贿赂 他让男主替内人办事 男主这么讲规矩的人 当然拒绝了 接着 领导又安排了一场 送别同事的聚餐 愣是把原本应该 离仇别睡的散伙饭 吃成了欢天喜地的清宫宴 男主心里还惦记着 媳妇闹离婚的事 他想着先离开 领导却一个劲的灌酒 拦着不然走 而其他人还在疯狂的笑着闹着 男主现在是看别人群魔乱舞 为自己心中凄苦 他默默爬起来 打算不告而别 拿小的刚想出门 领导又对他说 其他人也跟着其虹嘲弄 自曾经约过 做人凡事留一线 日后才能如初见 众人的反应 终于把男主的怒气条攒满了 他转身给众人开了个大招 你这些心思不 越搞越散见 得起了是吧 老子不发火 你当我好惹 你爹不反击 你当我好气 出门之后 男主越想越气 凭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觉得我好欺负是吗 好 今天我就释放一下天性 不能骂人是吧 我就骂给你看看 不能闯红灯是吧 我就闯一下试试 不能随地小便是吧 我就尿给你瞧瞧 男主被一个苦瓜脸警察 逮到了橘子里 抖了个机灵 一下子清醒了 他给苦瓜脸说尽好话 人家也不搭理他 就让他一边呆着去 等了半天 警察距离忽然钻进来一个棋盘男 他大声嚷嚷着 要警察把他抓起来 他想进看守所 免费混吃混喝 这家伙因为禁局子很多次 酒病成良医 犯什么事 会判什么刑 全都很清楚 警察们对这种老油条很头疼 恨不得跪地求他别闹了 齐怕男气眼相当嚣张 他跑到男主旁边坐下 赖着不走 这时候男主的老婆打电话说 他晚上要搬出去 这可把男主急坏了 他又跑去求警察放他回去 警察还是压根不理会 齐怕男听说 男主原来就是在警局门口撒了个尿 他给男主指导说 你直接走 没吊事 这些警察就是看你老实故意整你 实在不行 我闹点事 你趁乱走 男主一听心动了 男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直接跑了出去 警察们赶紧跟在屁股后面追 追着追着 其中一个警察被电瓶车给撞了 苦瓜脸警察也摔了个狗吃屎 警察们脸上挂不住 尤其是苦瓜脸 他把所有的气算到了男主头上 他决定把男主送到看守所拘留 其实男主犯的这点事还不够拘留标准 他就是看男主老实 所以虎他说监狱里怎么怎么可怕 被苦瓜脸这么一虎 男主还真的害怕了 他紧张的拔了方向盘 想让警车停下 结果 撞车之后 男主还一心想着回家挽留老婆 于是他把靠在一起的齐派男带回来家 他还把警察的枪给顺走了 事儿就这么闹大了 警察们这边是自己伤了 犯人跑了 忙忙人还不知道哪里去找了 配枪丢了 车子毁了 回警局还被上机怼了 苦瓜脸心想 要是让人家知道 他们是被两个小屁民搞成这样 那也太跌向了 于是他告诉领导 另一边 正当齐派男在截手铐的时候 男主接到了之前同事的电话 他们竟然又喊他去买单 男主这个小宇宙立马就爆发了 尼玛今天该做的不该做的全都做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再出去放纵放纵过把瘾 他出了门 看到早上乱停的那辆车 很好 第一个发泄目标就是你了 接下来男主跑到同事们唱歌的KTV 同事不知道男主今天已经究极进化 还跟个傻子似的往枪口上撞 旁边的齐派男一直给他数着这一巴掌是啥后果 那一脚得判多少天 这里告诉我们 学练专业知识是有多重要 接着男主又进了包厢 领导还在那抖操呢 领导不仅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还用实际行动 噎了男主几句 男主果断满足了他的小冤枉 直接给他来了套连招组合拳 过了一会儿 警察终于赶到现场 男主此刻已经进入暴走状态 他举着枪和警察对峙 并且还抢走了警车 警方那边经过一番严谨的推敲 把男主和齐派男一起认定成了危险特工 而男主和齐派男还在那疯狂的放飞自我 报复社会 一阵疯狂之后 男主和齐派男决定还是去自首吧 就在此时 齐派男接到了个电话 他老妈在医院里快不行了 两人赶紧跑到医院 一问情况 原来他老妈是受到了国会议员的刺激 导致心脏病突发 这个国会议员当年是齐派男老爸的好友 因为出卖了他老爸 把他老爸搞进了监狱 并且还没收了他们家的财产 导致他老爸最后郁郁寡欢 喝酒喝死了 他老妈也因此常年卧病在床 为了给老妈治病 齐派男隔三差五就会去干点违法的事情 每次搞定了医药费 今天就是超人蝙蝠侠夹起来也没我屌啊 于是他直接拧着枪跑到国会议员的家里 然而本来还在竭力阻止他继续犯事 好死不死的议员的儿子刚好回来 他鼻孔朝天的对男主一顿要不喝溜 然后 随后男主把议员的老婆儿子当了人质 齐派男压着议员到人流密集的地方 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 拿小的议员说着说着 变成了相当诚恳的演讲 此时 南尔接到了电话 他老妈去世了 他终于控制不住 几枪崩了议员 这里也预示着 他和男主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与此同时 男主发现议员的儿子是个赛车手 其实男主的梦想就是当个老司机 可是由于他老爸特别强势 从小就抹杀了他的个性 非要他当什么公务员 这也才导致男主成了个守规矩 没有性格的机器人 随后他和议员的儿子二话不说 就飙起了车 经过一段紧张刺激的你追我感 议员的儿子出了车祸 而男主在明知道议员家以及被警察包围 他还是把车开了过去 因为那里是他们约好的比赛终点 这次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赢得彻底 男主又又被苦干脸他们抓到了 这时候奇帕男开车过来救走了他 少人闹这么大国内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他们商量着偷渡到中国 男主坚持临走前要去看看老婆孩子 警方其实已经布下了陷阱 就等他回家 毫无意外的男主又又又被苦干脸抓到了 好死不死的乱停车的那位突然出现救场 奇帕男把他当做了人质 逼着警方放下了枪 他们再次逃了出去 不过没逃多久 他们就被全体出动的警方给包围了 影片最后一段习惯性的来了点韩式煽情 男主和奇帕男成了朋友 最后两人一起慷慨赴死 开头橙子就说了 这是一部分不清是喜剧还是悲剧的电影 开个玩笑可以说是一泡尿引发的惨案 但是其实不是 两位主角的悲剧有着必然性 按理说男主是个典型的爱国手法 名里诚信的老好人 可是他的这些美好品质 在别人眼里却成了缺陷 谁都看他不慎眼 都拿他当软柿子年 一系列的打击凑到一起 这才把他逼得造了反 一直迎人的老实人被逼急了 爆发的比一般人要猛烈的多 直到最后不顾一切的自我毁灭 剧中男主不断的问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其实他真的没有错 错的是制定规则的人不遵守规则 错的是人性的弱点容不下一个有基本共鸣道德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不要把别人的容忍当做你不要脸的资本 关于这部电影 论语早有解读 男主日子不好过 跑了老婆丢工作 终究爆发不沉默 悲惨结局谁知过 小人玉石又锦衣 奈何君子长期期 一声大笑无几天 莫让生活强了肩 下面是粉丝问答环节 上一期呢 Eric问了我一个不知道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函数题 各位你们看我的气质 就知道我是一个内秀的文科生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种函数题 我就 不过后来有一个古刀热肠 阔虎显得蛋疼的粉丝回答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他解答的对不对 反正吧 非常感谢这位叫快乐起飞的粉丝 谢谢你 让我今天又尴尬了一回 小称撒马问 点点点问号 虽然你的问题非常简洁明了 有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默契感 但是我懂你 我知道你要问的是诸如 橙子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 橙子你怎么这么帅 橙子你是怎么保养的之类的问题 那么我给你的回答也是点点点 我相信你懂我的 吴灵昌某某某问 因为后面是一个电话号码 所以我就给他打了码 他问为啥现在不能评论点赞了 很喜欢你的解说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 之前呢橙子的公众号因为给粉丝提供了福利 被和谐掉了 现在这个公众号是刚申请没多久的 所以暂时还没有开放留言评论功能 过一段时间这个公众就有了 另外下次有类似的提问啊 就比如你后半句话 其实你可以描述的更详细一点 强烈期待大家扫码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 橙子电影解说 把你想问的问题私信发给我 橙子有问必答 就怕你不敢问 男主跑到同事们唱歌的KTV 同事不知道男主今天已经究极进化 还跟个傻子似的往枪口上撞 旁边的棋法男一直给他数着这一巴掌是啥后果 那一脚得判多少天 这里告诉我们 学练专业知识是有多重要 接着男主又进了包厢 领导还在那抖骚呢 领导不仅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还用实际行动 噎了男主几句 男主果断满足了他的小冤枉 直接给他来了套连招组合拳 过了一会儿 警察终于赶到现场 男主此刻已经进入暴走状态 他举着枪和警察对峙 并且还抢走了警车 警方那边经过一番严谨的推敲 把男主和齐帕男一起认定成了危险特工 而男主和齐帕男还在那疯狂的放飞自我 报复社会 一阵疯狂之后 男主和齐帕男决定还是去自首吧 就在此时 齐帕男接到了个电话 他老妈在医院里快不行了 两人赶紧跑到医院 一问情况 原来他老妈是受到了国会议员的刺激 导致心脏病突发 这个国会议员当年是齐帕男老爸的好友 因为出卖了他老爸 把他老爸搞进了监狱 并且还没收了他们家的财产 导致他老爸最后郁郁寡欢 喝酒喝死了 他老妈也因此常年卧病在床 为了给老妈治病 齐帕男隔三差五就会去干点违法的事情 每次搞定了医药费 自己就去警局自首 男主一听 果断不能忍啊 今天我是谁啊 今天就是超人蝙蝠侠夹下来也没我屌啊 于是他直接拧着枪跑到国会议员的家里 然而本来还在竭力阻止他继续犯事 好死不死的 议员的儿子刚好回来 他鼻孔朝天的对男主一顿要不喝溜 然后 随后男主把议员的老婆儿子当了人质 齐帕男压着议员到人流密集的地方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 拿小的议员说着说着变成了相当诚恳的演讲 警察还是压根不理会 齐帕男听说男主原来就是在警局门口撒了个尿啊 他给男主指着说你直接走没屌事 这些警察就是看你老实故意整你呢 实在不行我闹点事你趁乱走 男主一听心动了 男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直接跑了出去 警察们赶紧跟在屁股后面追 追着追着 其中一个警察被电瓶车给撞了 苦瓜脸警察也摔了个狗吃屎 警察们脸上挂不住 尤其是苦瓜脸 他把所有的气算到了男主头上 他决定把男主送到看守所拘留 其实男主犯的这点事还不够拘留标准 他就是看男主老实 所以虎他说监狱里怎么怎么可怕 被苦瓜脸这么一火 男主还真的害怕了 他紧张的拔了方向盘 想让警车停下 结果 撞车之后 男主还一心想着回家挽留老婆 于是他把靠在一起的齐帕男带回来家 他还把警察的枪给顺走了 事就这么闹大了 警察们这边是自己伤了 犯人跑了 忙忙人还不知道哪里去找了 配枪丢了 车子毁了 回警局还被上机怼了 苦瓜脸心想 要是让人家知道 他们是被两个小屁民搞成这样 那也太跌向了 于是他告诉领导 另一边 正当齐帕男赛截手铐的时候 男主接到了之前同事的电话 他们竟然又喊他去买单 男主这个小宇宙立马就爆发了 尼玛今天该做的不该做的全都做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再出去放纵放纵 过把瘾 他出了门 看到早上乱停的那辆车 很好 第一个发现目标就是你了 接下来 男主跑到同事们唱歌的KTV 同事不知道男主今天已经究极进化 还跟个傻子似的往枪口上撞 旁边的棋法男一直给他数着这一把掌是啥后果 那一脚得判多少天 这里告诉我们 学练专业知识是有多重要 接着男主又进了包厢 领导还在那抖骚呢 领导不仅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他还用实际行动噎了男主几句 男主果断满足了他的小 男主又又被苦瓜脸他们抓到了 这时候齐帕男开车过来救走了他 少人闹这么大 国内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他们商量着偷渡到中国 男主坚持临走前要去看看老婆孩子 警方其实已经布下了陷阱 就等他回家 毫无意外的男主又又又被苦瓜脸抓到了 好死不死的乱停车的那位突然出现救场 齐帕男把他当做了人质 逼着警方放下了枪 他们再次逃了出去 不管没逃多久 他们就被全体出动的警方给包围了 影片最后一段习惯性的来了点韩式煽情 男主和齐帕男成了朋友 最后两人一起慷慨赴死 开头橙子就说了 这是一部封不清是喜剧还是悲剧的电影 开个玩笑可以说是一泡尿引发的惨案 但是其实不是 两位主角的悲剧有着必然性 按理说男主是个典型的爱国手法 名里诚信的老好人 可是他的这些美好品质在别人眼里却成了缺陷 谁都看他不慎眼 都拿他当软柿子年 一系列的打击凑到一起 这才把他逼得造了反 一直迎人的老实人被逼急了 爆发的比一般人要猛烈的多 直到最后不顾一切的自我毁灭 剧中男主不断的问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其实他真的没有错 错的是制定规则的人 不遵守规则 错的是人性的弱点 容不下一个有基本共鸣道德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不要把别人的容忍 当做你不要脸的资本 关于这部电影 论语早有解读 男主日子不好过 跑了老婆丢工作 终究爆发不沉默 悲惨结局谁知过 小人玉石又锦衣 奈何君子长期期 一声大笑无几天 莫让生活强了肩 下面是粉丝问答环节 上一期呢 Eric问了我一个 不知道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函数题 各位你们看我的气质 就知道我是一个内秀的文科生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种函数题 我就 不过后来有一个骨刀热肠 阔虎显得蛋疼的粉丝 回答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他解答的对不对 反正吧 非常感谢这位叫快乐起飞的粉丝 谢谢你 让我今天又尴尬了一回 小称撒马问 点点点问号 虽然你的问题非常简洁明了 有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默契感 但是我懂你 我知道你要问的是诸如橙子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 橙子你怎么这么帅 橙子你是怎么保养的之类的问题 那么我给你的回答也是 点点点 我相信你懂我的 吴灵昌某某某问 因为后面是一个电话号码 所以我就给他打了码 他问为啥现在不能评论点赞了 很喜欢你的解说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